记者张勋腾苗栗报道,苗栗县铜锣乡公所今天在清洁队卫生垃圾掩埋场旁成立资源在生修上场,让具有木工专业的清洁队员结合苗栗检查署提供的社会劳动人力,将回收的巨大废弃物整修再利用,化腐朽为神奇。 代理乡长张正秋说,整修过的家具将赠送给乡内中低收入及弱势族群使用,创造回收资源新价值。 张性低收入今天率先获赠一套客厅用的木制桌椅,清洁队也运送到家,让张男满心欢喜。 张正秋说,铜锣箱每年巨大费家具产出约150吨,乡公所每年花在烧垃圾的处理费用高达150万元。 相当可观。 只有加强回收再生再利用及垃圾减量政策,准结垃圾处理费用,让更多的经费易住铜锣箱各项乡正建设。 造福乡民张正秋说,工所清洁队员黄运坤有装潢专业,而苗栗地减属的社会劳动人力,也有木工专业,将把回收的大型家具弱属堪用状态,经过整修,就可回收再利用。 不仅既入弱,也落实资源回收政策,可说一举两得。 清洁队长李文彦说,化腐朽为神奇的家具,将免费赠送给中低收入户等弱势族群。 有需求的弱势家庭若提出需求,立干事前往访试后,会派专人运送到弱势家庭再利用。